我们进入这个月的系列 我们给它一个主题叫做 打造快乐的家 每一年的五月旌旗教会 都会谈一谈关于婚姻 家庭 亲子 这一方面的议题 你如果回去看教会的历史 大概超过十年以上 我们每一年在五月份 都不断的做不同角度的来表达 我们对婚姻家庭的看重 那特别婚姻来到21世纪的这个时候 它正产生非常大的冲击 那每一个地区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人 可能都有对自己对婚姻的看法 那么我今天要来谈一谈圣经的婚姻观 圣经的婚姻观我给它一个名称 叫做它是既传统但是又先进的婚姻观 那为什么这样子呢 待会我来陈述 但是我们现在想一想 什么叫做先进的婚姻观 我知道很多人在面对婚姻的看法的时候 有很多不一样的思想 很多不一样的态度 但是我再次提醒一下 今天的主题经文说什么 我们再次读一下好吗 今天的主题经文 来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 圣经鼓励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最聪明最有智慧 如果你有一个谦卑的态度 你愿意敬畏神 那么你将拥有真正的智慧 你才会是一个真正聪明的人 圣经鼓励我们这样做 那在这个根基的里面 我们来想一想 那现代的人是怎么看待婚姻呢 那谁最能够代表最先进的婚姻观呢 我稍微网路搜查了一下 我发现有一本书 特别天下杂志也揭露它一段的描述 好像这一段描述很能够很有代表性的 来谈一谈最先进的所谓的婚姻观 那其实他是在2018年3月份 在天下杂志里面他揭露一本书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任性与优雅》 它是一个法国女士所写的 它的书名叫做 《解密法国女人令全世界憧憬的法式魅力》 你不觉得名字吓得多吸引人吗 看了就很想读 然后这是他整篇的论述 她是一个大概 她是一个女性 然后她在描述她对婚姻的看法 那当然我们没有办法 把整本书拿来这里读 可是我截录也是天下杂志 它所截录的一小段的文章 我们来看看它怎么描述这样的事情 他说法国在1960年代 还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社会 但是经历了1968年的五月革命 其实那个革命主要是因为 越战的问题所产生的 民间的一个运动 那因为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 那后来因为跟在越战当中 产生了很多的冲突 好 那那个革命虽然不是为了这个议题 可是它产生一个社会很广泛的影响 到了70年代女性运动兴起 那情况有很大幅的改变 意思就是说跟60年代之前 整个社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女性变得能够出社会在经济上自立 渐渐的不再被家庭所约束 它的结果就是 好像拘泥泥结婚这种形式的情侣 在法国已经越来越少了 那夫妻的形式在法国 大概有这四种形式 一种是同居 一种是就是除了结婚这件事情之外 还有这四种模式 同居还有PACS 这是法国很特别的一种民事互助的契约 那再来就是再婚 还有一种是混合家庭 这是他们有的一种模式 那他都特别举前法国总统 这个欧兰德他的例子 他说他第一个关系是跟一个 政治界的一个女 这是变成他的前女友的 那他们彼此在一起有四个孩子 可是他们有这四个孩子 他们并没有婚姻关系 他们不是在婚姻关系里面 换句话说他们是用同居的关系 然后生了四个孩子 那后来呢 欧兰德他就跟这前女友分手 跟某位女记者缔结 第二个就是PACS的这种 这种契约关系 但是后来被曝出他跟女性有外遇 要出轨 后来又跟这个女记者 最后又分手了 OK 好 那就是欧兰德总统 我想这个新闻我们可能网络 我们都有知道 请问这个欧兰德总统 有没有因为这样子的绯闻 或者这样的情形 而离开总统的职位呢 没有 这对法国来讲 这是他的知识 这是他的自由 人家要这样子 你管人家 所以法国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社会 在法国 男女关系是以 有无爱情为优先 而不是有没有形式为优先来考量 如果性爱的次数减少 那就会解除他们的关系 我们不太重视对方的地位 薪资或者学历等等 而是以在一起能不能真正感受到 幸福为优先 听起来很浪漫 好 那至于呢 既然结了婚就一定要终身相守 或者为了孩子我们不要分离 为了能够维持安稳的生活 我们就彼此忍耐吧 类似像这样子的观念 几乎在法国不会有人这样子想 对 蛮先进的 他特别强调是以在一起 能不能感受到幸福为优先 那换句话说过去很幸福 现在不太幸福 或者是很不幸福的时候 就excuse me 就这样子 那所以他们就可以没关系 彼此祝福 他也曾经被问过 朵拉为什么不结婚呢 有没有预定要结婚呢 这个作者 那有些时候我都会半开玩笑 其实他是扮嘲讽说 我既是自由的 我也要结婚的 其实没有啦 只是讲讲而已 我也曾经听有人说 一个人不会感到不安吗 但我并不害怕孤单 他认为一个人生活独处的时间 对他来讲是不可或缺的 虽然有时候 虽然我也曾经有一段时间 跟我的一个恋人同居 但是当时候的形势也是在 彼此的公寓之间来来去去 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搬得住在一起 他是这样子 他说每一个礼拜有三天去住在他家 他有三天住在我们家 那剩下一天是彼此让对方 有一点独处的时间 他们认为 比起把在一起的这个事情 变成理所当然 不如让在一起成为一种 大家很想要在一起的感觉 这个很奥秘 真的奥秘 OK 所以要保持一种新鲜感 让我们想在一起 那如果真的不想在一起 也不要勉强 那有人问他说 如果单身老了以后怎么办 其实我并不去想太多以后的事 我只是很坦率的活在现在的心情中 自小我就梦想着有一天我要住到国外 好奇心跟独立心 都比别人多上一辈 我想活得自由 若是说为了将来考虑而结婚 那么我觉得对对方也太失礼了 换句话说 我跟你在一起 只是为了安全感未来的考虑 那也对对方太不礼貌了 总之我现在对于不结婚这件事情 并没有感到不安 当然整本书不止这一些 但是我是揭露到此 你觉得如何呢 是不是感到蛮惬意的 一种论述呢 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作为一个成年人 我们都需要自己来分辨 你到底要选择一个怎么样子的婚姻观 在台湾其实不遑多让 在台湾也有很多年轻人 现在想到结婚就充满害怕 然后会有很多不愿意进入婚姻的 一种心态跟处境 曾经有人做过网路调查 他说最震撼的十大巨婚理由 这个排名起来 这样就这样排下来 第一名是喜欢无拘无束 不想要被控制的一种单身生活 这是第一名 后面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原因 我想这些都是某种程度的婚姻观 今天当然你我都是成年人 我们也都是自由的人 我们都可以自己选择 自己想要接受的婚姻观 但是我今天让我来跟你分享 圣经的婚姻观是怎么样子的 那么我给圣经的婚姻观下一个定义是 它是既传统又先进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 为什么婚姻观是既传统又是先进的呢 我稍微来说明一下 先讲先进 为什么我认为圣经的婚姻观是先进的 因为第一个标题我要给大家 圣经是两性平权的婚姻观 我再次说圣经是性别只有两性 现在台湾是推性别平等 但是圣经的观念是两性平等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但是两性男性跟女性 从圣经一开始 它就表达是平等的 很多人觉得圣经的观念是男尊女卑 其实不是的 我要讲圣经在这一方面 是超越全世界所有的文明文化宗教 最为平权的一个论述 在圣经的观念里面 你说何以见得呢 我们来看圣经神怎么创造人类 我们来读一下下面这段圣经节来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神就赐福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治理这地 圣经一开始创世纪第一章 讲到神怎么创造这个宇宙万物跟世界之后 还有神怎么创造人类 他特别提到 神一创造人类的时候就说 神按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男人 是造男又造女 事实上男女都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 我不知道你的看法怎么样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当然这是我的看法 你参考就好 神创造万物的过程 如果你稍微了解 都是从比较低等的东西开始创造 从物质界开始创造 最后才创造生物 生物又从植物类开始创造 最后才创造动物类 所以换句话说 按照神的创造 越后面创造出来的东西 品质跟质感都越来越高等 你同意吗 请你跟他们说 越后面的越好 所以最后神创造人类 那创造人类 请问神先创造什么 先创造男人 而且圣经说 男人是用地上的尘土所造 女人是用什么造 有意思 我们来读下面这段圣经节好吗 来 耶和华神说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 他就睡了 于是取下他一条肋骨 又把肉合起来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 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 有人就说 神没有用男人的头骨来造女人 因为神没有要女人挟制男人 神也没有用男人的脚骨来造女人 因为神也不要男人践踏女人 神用男人的肋骨 肋骨是跟 是在旁边这边 是跟男人平等的 这就很有趣了 这有很多可以论述的 那我纯粹我个人的看法 我再次说 按照神创造的程序 请你跟旁边说 越后面越高等 越后面越精致 那你觉得女人比男人高等还精致 男人是用地上的尘土所造 女人是用男人的骨头 你认为土 尘土比较 算了 不要抬托这个东西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说 女人比男人不重要 男人可以把女人当物品一样 买卖或者是对待 没有 我讲的都是创世纪第一章 第二章 就神创造人类的起初 当然有人说 可是为什么神要创造女人来帮助男人 那帮助就是配角 就不是主角 帮助比较弱 那个被帮助的就好像比较重要 是吗 你觉得帮助者通常比被帮助者较弱吗 你觉得圣灵有没有常常帮助你 神有没有常常帮助你 耶稣有没有帮助你 那三位一体的神比你弱吗 以圣经的观念 我现在讲的是圣经的观念 从圣经的观念来讲 神从来没有认为女人比较不重要 女人比较没有力量 比较次等 没有 圣经的观念男女是完全平等的 我要讲的是 这个世界也许有很多的文化 有很多的背景 有很多的宗教 或者就算是教会的历史里面 也曾经因着当时代的文化 各样子的种种因素 好像让人看起来以为 男人比较尊贵跟重要 而女人比较次要 我告诉你 那个通通是对圣经的误解 如果你回到创世纪 回到神当初创造男人女人的时候 神创造是完全平等的 特别在新约里面 神也有这样 圣经有这样的话 我们一起读一下 来 圣经把或男或女都放在这里 都放在一起 换句话说 如果民族之间是平等的 人类之间是平等的 不管是哪一个民族 哪一种人 甚至以前有奴隶制度 圣经也是不认同奴隶制度的 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成为一的 成为一的概念就是 我们的价值是一样的 我们的尊贵度是一样的 而且我们要彼此相爱 所以这里面提到或男或女 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要特别讲 圣经的婚姻观 是两性平权的婚姻观 请你跟旁边说很先进 跟他讲一下 这个很重要 所以都成为一了 因为圣经认为 一旦你结婚之后 配偶优先于你的原生父母 还有你未来所生的儿女的婚姻观 这个我必须说 这对我们华人来讲是很先进的 圣经的意思是说 你不结婚的时候 那么父母是你生命的优先 你依父的优先 但是一旦你结婚之后 其实你要跟你的配偶 成为你生命中的第一优先 我们来读一下这段圣经 来 那人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可以称他为女人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好 这里特别提到离开父母 我请你把那个画起来 圣经的观念 我现在讲的是圣经观 圣经的观念是 一个人一旦结婚的时候 他就要离开他的父母 他需要在身体 在居住上面离开 经济上面离开 情感的依附上面离开 让他跟他的配偶两人成为一体 在居住物理的环境上在一起 在经济上结合成一体 在情感上也结合成一体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圣经的婚姻观 依据圣经一个人婚前 他依父的重心 在关系上是父母亲 但是婚后 他依父跟信赖的重心 要转移到配偶身上 我再次说 这件事情对我们华人来讲是很难的 我们华人的观念是 娶媳妇 媳妇就进来多一双碗筷 来 来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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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进到父家 然后就在那地方 然后吃喝这样子的 生孩子这样子 其实请你相信我 你太太是好人 你妈妈也是好人 请你跟妈妈说她们是好人 但是他们不能共用一个厨房 请你相信我 这不是对错的问题 这是结构性的问题 但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 当然近代已经比较少了 但是五千年来文化 婆媳之间纠葛不清 因为我们没有离开 我们是取禁门 我们的观念是取禁门 所以进来就是我们家的人了 跟我们家生活在一起就好了 圣经的观念不是这样 圣经的观念是一旦结婚 女人要从她的娘家离开 请你跟朋友们说 男人也要离开 阿们吗 要离开她的父家 然后两人成为一体 这是很重要的圣经观 请你跟朋友们说很先进 跟她讲一下 父亲的关系是所有关系当中 最亲密的一环 婚后父母跟父母守族的情感 虽然不必切割 但是却不是你生命中的优先 有些人结完婚之后 还是常常听妹妹的姐姐的话 妈妈的话 还是常常听哥哥的话 或者爸爸的话 但他们之间就很难产生一个新的家庭 我没有说你 我没有 我只是告诉你圣经观 圣经观 OK 好 因此两人在迈入婚姻的时候 就必须要意识到关系层次的改变 逐渐的调整他们生命中的优先次序 圣经虽然没有给我们家庭关系优先 排列的这个经文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藉由查考圣经 找到关于家庭优先次序的一些原则 我们很快的来看过一些的经文跟讨论 也让大家知道 为什么圣经的婚姻观是这样子的 首先显然神是居首位的 请你跟妈妈说神居首位 这个是不用疑虑的 生命书记这里我们一起读下来 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所以一个人不管男人或女人 他要尽心尽心尽力尾身于爱神 成为他人生的第一优先 不管婚前婚后 这会是他人生的第一优先 那如果你结婚了 依照圣经的观念 配偶就是第二优先 如果纯粹从言经 从神学上来探讨 因为圣经说一个已婚的男人 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 来爱他的妻子 那么基督是怎么爱教会 基督第一优先要遵从天父 听从天父 第二 基督为教会舍命 所以基督是这样子来爱教会的 也因为这样子 丈夫应该遵行的优先次序是神第一 然后再来是他的妻子 那女人也是一样 妻子要好像顺服主一般的 来顺服她的丈夫 所以对一个已婚的女人 她的优先权当中 应该以她丈夫排列第二 神是她的生命中的第一 好 这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的观念 然后接着 既然丈夫跟妻子在我们的优先权当中 仅次于神 而丈夫跟妻子又是一体的 那么很自然的 从婚姻关系所产生的儿女 那么将是他们下一个重要的优先 这个也跟我们华人的观念 有时候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觉得虽然生了孩子 爸妈还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要再说圣经观不是这样子 圣经观你一旦结婚了 你的配偶是最重要的 再来就是你所生的儿女 是你生命中再来很重要的优先 因为圣经要我们好好的教育我们的孩子 神要每一对父母培养出敬前的儿女 因为他们要成为一个尽力爱主的人 圣经当中不论是旧约到新约都有提到 教育孩子培养孩子的责任是在父母身上 我再讲一次 以圣经的观念 教育孩子培育孩子的责任在父母身上 很多人说我把孩子交给教育部 交给政府 政府要给我好好教 还有说我礼拜六礼拜天都把孩子丢给教会 教会要帮我好好教 我去做事业我忙我的 请你跟妈妈说这样子不行 圣经的观念不是这样子 圣经的观念是你的孩子 是你要父亲培育他们最主要的责任 政府是帮助你 教会是帮助你 可是他们不能取代你父母的责任 在这里我顺便插播一下 这就是我常常在这里说 我再一次苦口婆心的说 不要觉得要让你的孩子 拥有更好的什么教育环境 语言环境 就让孩子在未成年 就把他抛到别的国家去 让他在那地方好像受更好的教育 请你千万不要做 对孩子最大的快乐跟幸福 就是跟着妈妈在一起 至少以我的看法至少minima到18岁 大哥贝格说 不是 25岁 然后后来又改口不 30岁 我说太夸张 太夸张了 25岁勉强这样 我认为至少要到18岁 最好到22岁 我正确 我是讲真实的 你不要七早八早 就把孩子丢到另外一个国家 丢到另外一个国家 另外一个处境 或者让妈妈去 或者让爸爸去 或者一边要赚钱 一边 你以为这样子孩子会很快乐吗 你会伤害孩子很深 孩子需要的不是更好的语言环境 教育环境 孩子需要的是很稳定爱他 了解他爸爸妈妈的陪伴 特别从婴儿期到儿童期 还有特别是到青少年期 这个过程如果有父母充分的爱 了解 支持跟陪伴 孩子成年之后 会成为一个充满健康有安全感的成年人 他面对人生许多的风浪 他有很深的毛抛在深海 他屹立不咬 我今天不是在讲亲子教育 我讲到这里就好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 按照圣经来说 这是儿女的培育最主要的责任 在父母身上 所以对一个父母来讲 第一优先是神 第二优先是他的配偶 第三优先是他们所生的孩子 然后再来 圣经也说我们要孝敬父母 那孝敬父母就是我们蒙受祝福 而且圣经并没有孝敬父母 我结婚了我就不需要孝敬父母了 我三十岁了 我不需要再管父母了 没有 孝敬父母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注意圣经没有说孝顺父母 圣经说孝敬父母 有什么差别 一个字差很多 孝顺的意思是说 父母说的你都要听 华人的文化是这样子 但圣经不是这样子 圣经说当你成年之后 可能你有很多的价值观跟看法 跟父母亲会不一样 圣经说没有关系 但是你要尊敬父母 阿们吗 而且你要尽人子的责任 有一天当你父母年大了 年纪大了 身体虚弱了 你要负责奉养他们到终老 这是圣经非常重要的观念 好 这个就是圣经提到的 所以如果这样子来看 父母将会是我们的第四优先 然后照这样的优先排下去之后 再来是我们家庭中其他的成员 圣经也说不照顾亲属的人 比不信的更不好 所以只要是你的兄弟姐妹 你有血缘关系的亲属 是你再来很重要的优先 总之符合圣经的优先秩序 应该是这样子 第一是神 第二是你的配偶 第三你们所生的儿女 第二你们双边的父母亲 再来就是家庭之间的成员兄弟姐妹 再来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 还有最后是世界上其他的人 如果严格讲起来 你要排优先次序是这样子排列的 这是圣经的婚姻观 家庭观 这个很重要 但是这并不表示说 那么我们永远只要顾这些人 别人都不要顾 永远只要拿出次序表来排列 也不是这样子 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带领 有时候是处境不一样 圣经说要爱灵舍如同自己 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个紧急的状况 需要你在路边伸出援手 那么这个人可能生命垂危 也许你要去接你的孩子 或是要去接送你的配偶 可是如果有一个紧急的需要 你可能需要去帮助他 阿们吗 所以耶稣有提到 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不是说这是一个大的框架跟原则 但是我们仍然按照圣经的原则 我们要学会爱灵舍如同自己 好我在讲的是一个大的原则的东西 从圣经来看 圣经的婚姻观是 一旦你结婚之后 配偶将会是你生命当中 剩于父母跟儿女的最高优先 我觉得这个为什么很先进 因为在我们华人的家庭里面 很多父母亲 很多夫妻 为了儿女他们分开来住 为了让孩子 为了经济 为了教育 其实这些从圣经来看 都不符合圣经的婚姻观 在这里我要特别谈到 那这是相对先进的 再来我谈一谈 那为什么说圣经的婚姻观是传统的呢 是 它也是传统的 因为第一个 圣经认定婚姻是一难与你的结合 而且是一生一世的尾生 这个非常重要 是 这个很传统 没错 它就是很传统 这就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的婚姻观 我们来读一下下面这段圣经节好吗 来 既然如此 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 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 一生不可以分开 所以从圣经的观念来看 婚姻是一男一女 两个人合成一体的结合 而且是一生一世的尾生 不可以分开 当然如果一方去世了 那当然这个就是 就从这个约当中解除 但是如果不是 他们应该要尾生一生之久 谈到这样的观念 难免会有人说 可是我记得圣经当中 有很多的圣经人物 特别旧约的圣经人物 好像很多人要娶很多老婆的样子 那这样子为什么神还允许他们这样子 好 这个我要特别说明一下 往往我们看见一些圣经上人物 他们包括亚伯拉和以撒 雅各 什么 这些 好像在旧约里面 神允许人娶多个妻子吗 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 圣经从来没有赞同这些人 娶多妻的作为 注意 他只是在描述他们的历史 相反的经文常常显露出 这些人家庭中有许多的问题 圣经暗示 没有所谓的欺人之福这回事 只有欺人之祸这件事情而已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亚伯拉罕除了老婆莎拉之外 后来又娶了夏甲 结果他们两个老婆之间就是很不合 最后夏甲西子离家出走 这也是一个家庭的悲剧 亚各娶了四个老婆 那他特别爱拉结 而拉结所生的孩子是约瑟 最后约瑟被兄弟们卖掉 成为埃及的奴隶 这就埋下兄弟之间彼此仇恨的因子 以利加拿是撒摩尔的爸爸 他也娶两个老婆 但是他比较偏爱撒摩尔的母亲哈拿 但是另外那个太太就很嫉妒 他们之间就有很多的争夺 大卫多妻 所以也带来家庭里面的流血 这个历史是很悲惨的 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 更是因为兵妃众多 最后晚节不保 圣经在描述 圣经记事只是在描述事情发生的过程 发生的并不等于是神所认同的 特别神也 圣经也记载这些错误的事情 让后人效忧 所以圣经中的记事 不是说圣经所记下来的事情 神都同意 圣经写这些事情很重要的意义 我们来读下面这段经文 来 写在经上 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所以不是说他们所作所为都是对的 不是说圣经记载的都是对的 那犹大去上吊 那我去上吊好了 他只是一个描述一个历史的事实 可是圣经并不是认同那样子的价值 或是作为 好 在这里我们特别声明一下 所以这样子来看 婚姻是非常重要的 一男一女一生一世 新约特别也这样子描述 我们一起读一下 来 从旧约到新约神的观念是一致的 婚姻是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尾身 神对婚姻的看法就是这样子 这是第一个很传统吗 是 祂很传统 第二个我要谈到今天很重要的重点 为什么说他很传统 因为他谈到爱这个主题 圣经认为婚姻的目的 是为了让我们学习爱的功课 还有一个更深邃的意义是 为了要预表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这件事情其实才是真正神创立婚姻 最重要最重要的意义 今天来到我们讲到圣经的婚姻观 最重要的部分 从圣经来看 神创立婚姻的目的 是让我们学习爱 我们来读一下下面这段圣经节好吗 来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好 等一下 圣经讲到丈夫要爱妻子 爱到一个地步很像什么 基督爱教会为教会怎样舍己 我常常在婚姻结婚的时候 我常常讲到这件事情 圣经的教导是 丈夫要爱妻子爱到一个地步 愿意为妻子舍命 因为基督为教会挂在十字架上舍命 对不对 所以丈夫要为妻子舍命 那妻子圣经说要顺服丈夫 我知道现在很多教会结婚不念这句话 就是妻子尊重丈夫就好 但是在经济教会 我就是要说圣经说 妻子要顺服丈夫 这是圣经上的话 不好意思 我在讲的是圣经观 为什么我们要顺服 为什么要顺服 因为男人要爱你 他没有爱我 当然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你客观的来看圣经 女人要顺服丈夫 很不爽的时候也要顺服 好像我们要顺服主一样 那你觉得顺服比较容易 还是舍命比较容易 很值得想一想 舍命是把命杀掉你知道 顺服就很不爽的去做一件事情而已 其实男人比较惨一点 我要说真的 但是基本上我还是说这是平等的 请你跟班牙说是平等的 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够合成一个团队 所以这当中最要 神要我们学的最重要的是爱的功课 请你跟我说爱的功课 爱才是婚姻的本质 但是我们现代的世界讲到爱 就是前面那个法国女人写的那本书 爱是有没有一种feel 有没有一种幸福感 有没有一种觉得很有热情的感觉 如果没有的时候很抱歉 我们的关系就终止 这不是圣经上所说的爱 圣经说从来 我们继续读来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 总是保养顾惜 正像基督爱教会一样 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圣经的观念是一旦你结婚 你们两个就成为一体 请问有没有人一天到晚拿着美工刀 割自己的身体有没有这样子 你疯了你 可是我们却常常骂配偶 然后甚至有时候出拳还暴力 事实上这是从圣经的观念来讲 这是恶恶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做 你怎么可以伤害你自己 你攻击你的配偶就等于攻击你自己 这是圣经的观念 好 我们来描述一下 圣经说你要学习爱配偶 爱配偶就像爱自己的身体一般 本来神给人类最大的诫命 我想很多基督徒你在教会你知道 神给我们大诫命跟大使命 大诫命就是什么 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神 还有要怎样 爱人如己 这是圣经告诉人类 你之所以活在这个世界上 最重要的功课跟意义 就是学习爱 爱神还有爱人如己 这是圣经整本圣经 抓成个核心的时候告诉我们 的一个最重要的大诫命 那当然我们会说爱神 我很爱神 但是圣经要说爱神跟爱人 是一体的两面 所以在新约圣经保罗 又用一句话来把它总结 保罗说什么呢 我们读一下这段话来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样讲 你知道一个人说我知道 我就要自行大诫命 我要尽心尽气 尽意尽力爱神 要爱人如己 但是最重要是爱神 所以我就爱神了 爱神了 爱神了 所以你知道吗 我一天祷告十二个小时 我一个礼拜禁食三十个小时 我非常爱神 我每天敬拜神 在我的房间里面方言祷告 这样 那所以我尽力爱神了 是 然后出来之后 从房间出来 骂老婆打小孩 那这样子 你这样子对吗 我尽力爱神了 圣经说这都是谎言 所以保罗特别在新约里面这样子说 爱神是你里面的一种心灵的状态 属灵的状态 可是他行诸于外面的表现 是你爱人如己 阿们吗 如果你 或者讲白一点 你如果人际关系很烂 你对人都很不好 你不懂得爱人如己 你说你多么尽心尽性 尽力尽力爱神 圣经说假的 假的 所以核心在新约说 最后核心就是爱人如己 所以保罗说 如果你真的爱人如己 那么你就真的爱神了 如果这样子来看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我要在哪里学习爱 学习爱人如己呢 其实神为我们创造最自然的场域 就是在婚姻跟家庭当中 其实这就是神给我们的 很重要的处境 我再次说 从圣经的观念 我现在在讲圣经观 从圣经的观念来看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最重要的意义 就是学习爱 请你跟我说 学习爱 那爱什么呢 爱神跟爱人如己 那么如果再把它归纳 更核心就是 就是实际上你要会爱人如己 那我要怎么样爱人如己呢 其实神给我们最自然的场域 就是婚姻跟家庭当中 这是神给我们设计婚姻 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这样子我们才了解 原来什么叫做爱 我相信很多人很彼此相爱 所以他们进入婚姻 有些人甚至经过苦练 爱情长跑 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们都很祝福 我们都很感恩 如果你那么爱你的配偶 那么爱你所爱的爱人 那么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很爱他 对不对 是我很爱他 我是爱死他 常常想念他 很好 神说 那我爱你 比你爱你的配偶 爱你所爱的这一个人 千倍万倍 这样你了吗 你了吗 特别当你生了孩子之后 有些人看到自己所生出来的孩子 哇 实在是 全部都给他 全部都给他 你有孩子的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那我问你 请问你爱你的孩子吗 当然我很爱我的孩子 那我告诉你 神爱你 比你爱你的孩子千倍万倍 如果你没有配偶之间的爱 没有亲子之间的爱 你不知道神多爱你 为什么神要我们有婚姻有家庭 神要你体验 你知道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没有体验 你无法知道 光是这地方知道是没有用的 你要体验 你结婚的人 你有孩子的人就知道 那爱就在这地方要学 请问配偶很好爱吗 孩子很好爱吗 刚开始很好啦 到最后很多人都说 生完孩子很想再把孩子 塞回肚子里面去 因为运作起来很辛苦 那爱就是要很多的自我牺牲 爱不是专注在自己的feel 我feel很好很有幸福感 我们就在一起 feel不好的就excuse me 我们就再说 那就不用爱了 所谓先进的婚姻观 如果依据我们刚刚引用法国的婚姻观念 其实说穿了 就是以自我的感觉跟需求 为最高指导原则 一切的关系由这个来决定 这样不需要学习爱 因为婚姻当中最磨人的地方 就是要放弃自我 配偶 你要为配偶放弃自我的方便 配偶吃饭的时间 做习的时间 要很调很调整 还有很多的观念 要为儿女放弃 儿女是来门训父母亲的 你相信吗 所以当你生了孩子 真的要知道 实在是 原来人生是这样子 OK 圣经教导我们 当我们愿意为了爱 为了真理而放弃自我的时候 才成全了自我 这才是真正的爱 这是耶稣的榜样 在复活节前我说过 一粒麦子的故事 如果人坚持我的感觉 我要这样子 那你就是一粒 但是如果你愿意为爱 为真理 牺牲你自己 放弃你的权力 那么你就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 然后你要解除百倍 其实圣经给我们很难听 但是很真实的真理 这个世界如果继续按照法国 这样的婚姻观继续弱下去 这个世界不晓得会怎么样 其实神要我们知道 这样子的爱的关系 是预表我们跟神之间 我们来读这段圣经节 来 为这个缘故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但我是指责基督和教会说的 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一样 妻子也当敬重他的家 所以圣经把夫妻的关系 最后连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再次说 神为什么要创造婚姻跟家庭 神是为了预表你跟我们 跟神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要说 撒旦最大的工作是什么 魔鬼最大的工作是什么 在这个末后的世代 他大量的摧毁婚姻跟家庭 因为一旦没有婚姻跟家庭 你很难体会爱孩子是什么样的感觉 爱 尾声的爱一个配偶 是什么样的感觉 你就无法体会神是多么的爱你 神是多么的尾声于跟你之间的关系 但当你能够学习下去爱的时候 你也能够领受到神对你的爱 这些都是一种预表 都是一种描述 所以最后让我这样讲 作为一个人 你我当然可以自由选择 拒绝这种圣经的婚姻观 人类确实也已经拒绝了 才会发展出欧洲这种类似 任性跟优雅所描述的婚姻观 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分析 这些观念背后混杂着很多 后现代主义中许多的运动跟思潮 包括女权运动 包括性解放运动 还有在台湾精英群体当中 盛行的LGBT同志运动这些的思潮 这些的思潮都是整合着 这一些的概念在里面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思潮呢 我们来稍微了解一下它的背后 有很多的因素 我认为有几个重要的因素 第一个就是从1950年代 1960年代二战之后 许多的婚姻家庭大量的瓦解 带来许多的困扰跟反思 你想想看一个孩子 本来爸爸妈妈应该很爱他 陪伴他成长 但爸妈不知道为什么就分开了 然后我跟着妈妈 又跟另外一个不认识的男人 生活在一起 然后有很多的东西在这当中 对一个孩子的心灵来讲 是很大的冲击 这会带来很多对婚姻这个制度的反思 还有过去特别是西方教会 因着教会的权柄很大 当教会误用权柄来处理许多的关系的时候 会产生很多的反弹 我再次说 纯粹回到圣经来看 男女是平权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综合很多的历史跟文化的结果 有时候用宗教的仪式 用很多的仪式来产生很多不平等跟委屈 在这当中 这是事实 教会也应该要悔改 对政治或文化上包袱 传统包袱的反动 在华人的世界里面 这也是很多东方的文化 再来 特别我觉得个人成长过程当中 经历到关系上的伤害 我想很多人很能够体会这件事情 也许他父母并没有离异 可是那个婚姻 父母的婚姻让他并不羡慕 或者在他成长过程当中 他遭遇过一些不好的经验 这都会对他对于婚姻的看法有所改变 很重要的现今世代 因为教育跟科技的普及 使男女各自都有足够的经济能力 所以女人不一定需要结婚 她可以生存着 以前传统的古代的社会 女人没有婚姻她就几乎无法生存 这一些因素的种种 衍生出上述的运动跟思潮 但是这一些思潮跟运动的结果 它的本质是人人都可以满足自己的感觉 以需要为第一优先 甚至不只自己这样做 也鼓励别人这样做 很多人甚至去鼓励这样子别人这样 成为他的人生使命 劝人家离开婚姻 劝人家不要结婚 劝人家享受自己的自由 成为他的使命 运动为什么会产生 运动就是不只你这样做 你也鼓励别人这样做 运动就会产生 但是我们初看好像这是一个很先进 跟崇高的理念 因为它破除了许多传统的挟制跟捆索 让人性当中的欲望 还有自由的渴求被解放出来 但最后带来的结果会是什么 是因为人人都以自我的感觉 为决定一切的标准 导致社会关系的冷淡 人轮的瓦解 更严重的是 这是带来下一代的崩坏跟消失 我稍微解释最后这句话 什么叫做下一代的崩坏 因为我们既然这样子想 我们也会教导孩子这样子 我们教导孩子尊重自己的感觉跟需要 勇敢做自己 不要管别人的看法 这样的教导好像是对的 但是它不够准确 真正的教导是什么 我们要教导每一个孩子 学会为自己的感觉跟行为负起责任 不能够规则他人或环境 是 也许你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 是 也许你曾经遭受到暴力的虐待 性的虐待 但是虽然你有这些不好的过去 并不能够成为你今天也用不好的行为 来表达这成为你的理由 你不可以这样子 是 我们与恶的距离也许很近 但是你不能够用一些的因素 来成为自己的理由 每一个人都需要被教导 你要为你自己的感觉跟行为负起责任 同时我们要教导孩子 学会接纳自己的优点 了解自己的缺点 并且要让自己对这个世界有所贡献 而不是只是来消费一圈而已 因此很重要的一个人要认识神 我们要帮助一个孩子可以认识神 他才能够真实的认识跟接纳自己 而且他能够行在真理当中 他才能够学习爱的功课 说真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活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你是从石头蹦出来的孙悟空 你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类 你大概活不了多久 神把我们创造在群体里面 我们因为群体才能存活 所以某种程度我们不能够只为自己活 我们必须为群体而活 没有人可以为了满足自己而活着 也不应该鼓励别人这样做 这样才能够学习爱的功课 还有关于下一代的消失 这是更明显的 因为养孩子真的很牺牲 现在越来越多人不愿意为下一代 牺牲自己的自由跟享受 那么这个世界也因此更加的少子化 我不知道到最后会怎么样 但是这些是近代的思潮 所带给我们的一种结局 所以容许我这样说 最后我鼓励你选择圣经的婚姻观 因为这是智慧的抉择 这是生命的出路 为什么说智慧的选择 我们来读一下这句话 来 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 你若泄慢就独自 也许你现在很快乐 你身体还健康 你可以享受你所要的一种 自由跟幸福的感受 但是这样子的选择 有一天对你跟对别人 都会带来许多许多的伤害 还有这是生命的出路 这是今天早晨在祷告的时候 代祷者给我的一段话 我们一起读一下 来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 有一道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 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在这河这边那边有生命树 结十二样果子 每月都结果子 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 如果你对圣经熟一点 你知道启示录这段圣经 遥遥的应对旧约以西节 看见了一个异象 从圣殿有水流出来 越远水越深 水流之处百物之长 河水所倒的旁边长的树 果树可以吃饱 叶子可以医治 我灵里面看到这个图像 今天神要祂的教会 要每一位上帝的儿女 拥抱圣经的婚姻观 用圣经的婚姻观 为这个世界带来医治 很多人在这个世上活着 因为成长背景的过程 曾经所受过的挫折跟委屈 他们对人性的失望 他们伤痕累累 这样子的人 你希望他建立一个爱的关系 稳定的关系 说真的是非常辛苦的 但是神的医治 可以临到在他们身上 我相信这是生命的出路 所以我们需要更多人了解 圣经的婚姻观 也建立一个有榜样 有典唤的婚姻跟家庭 我们将为这个世界带来极大的一致 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父神我奉祢名祝福每一位 亲爱的来宾朋友 弟兄姐妹还有旌旗家人 帮助我们在这个不容易的时代 许多的婚姻观 受到极大的挑战的时代 让我们拥抱主祢给我们的教导 让我们用智慧来选择神 祢给我们的观念 主我求祢把这样的祝福 临到在每一位的生命中 阿爸我请每个人继续把眼睛闭着 在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 在最后我灵里面有一种感动 我特别要呼召我们当中 不管在现场分场点 所有的弟兄姐妹 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你要起来悔改 什么样子的人 神今天呼召你悔改 第一种人就是你的婚姻陷入很大的危机 跟痛苦的当中 你也了解在过去很长的年日 你真的没有心力 或者没有认真的去经营你的婚姻 以至于今天 你来到一个几乎是很难以收拾的局面 我觉得今天神呼召你 我的孩子 我呼召你悔改 神说神要你悔改的目的 你不是要定你的罪相反的 神是要来赦免你 透过你的悔改 神赦免你之后 神要用祂的力量来复辟你 而且神说 我的恩典绝对够你用 我要与你同在 当你勇敢的起来 倚靠神选择智慧 选择认同圣经的价值观 开始试着要努力来改变自己 我的意思不是要你去改变你的家人或配偶 你从你自己开始问神 你要做哪几个方面的悔改跟改变 圣灵会帮助你 我看到一个图像是这样子 当你愿意这样子做 当你跟神祷告 而且你试着这样去改变自己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图像是 好像当年以色列人要住迦南地之前 他们带着约柜 祭司把脚踩在约旦河水的时候 约旦河水立起成蕾 他们走干地而过 我的意思是 当你愿意这样子做悔改 而且从你自己开始做起的时候 神要行神机在你的婚姻跟家庭当中 神要让你经历祂超自然的作为 在你的家庭跟婚姻当中 让你得胜有余 第二种悔改 是我们当中有人 你曾经在婚姻当中 或者在家庭的成长过程当中 受到一些不平的对待 甚至受到一些极深的委屈 以至于你现在很多的观念跟看法 蛮认同这世界的思潮 甚至你也常常跟别人分享 鼓励别人认同这样的观念 今天神呼召你悔改 神说神要你悔改的目的 你不是要定你的嘴部 而是神说祂要来医治你 而且神说祂的医治是完全的 我特别领受神说祂要用祂的爱 祂的恩典 祂的能力 祂的智慧 特别是祂丰富的同在 要完全的医治你 所以起来选择神的智慧 选择神生命的道路 你将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我要请大家继续把眼睛闭着 不论在现场或分堂店 我们当中可能有人 你还不是基督徒 你可能还不太认识这位神 可是想想你自己的关系 或者你的家庭 或者你的婚姻 你有很多说不出来的为难 我相信神了解 而且神非常的爱你 神要来进入你的生命当中 让你领受祂的爱 而且给你力量 让你有能力可以来爱你的家庭 爱你的婚姻 也许你要问我说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下面要做个简短的祷告 来接受跟信靠耶稣 从这一步开始神要与你同在 与你同行 你可以跟着我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在这个时候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 邀请你进到我的心中来 成为我的救主 还有生命的主宰 我要请求你赦免我的罪 宽恕我一切的过犯 带领我的人生 走在你最美好的道路中 我把我自己交托给你 把我的婚姻跟家庭交托给你 求你引导我 赐给我智慧 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这样子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如果你刚刚跟我做这祷告 我要非常恭喜你 我鼓励你继续来到教会 更多来认识这位爱你 创造你的神 好不好我们从座位上面再讲 我们用这首歌来归接你的信息 THAT 编造我神明 在你爱里 这痕迹不会动摇 我已选择你 心好逃离 坚定我不会动摇 瞬间无人能够想你 谁能与你相比 带我眼看见你 作为邪命 你自己让我贴 几滴心里到我 潮信在你的爱中 亲爱的阿爸父神 我奉祢的名祝福每一位亲爱的来宾 朋友弟兄姐妹 旌旗家人 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学习爱的功课 让我们跟随你的智慧跟脚踪而行 让我们可以建立有典范的婚姻跟家庭 成为这世代的医治跟祝福 祷告宣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们把掌声归给神